在印尼那邊呢有個傻男買了台幣100塊的大媽 那個...不好意思 我雖然說沒有抽過沒買過 但我也知道這個東西的市價大概在哪裡 啊你這個價格要買到玩意兒 兄弟啊 你是不是吸毒吸扣了 別告誡我們人呢真的是不可以貪小便宜 傻男買完這東西之後呢 興高才會練習回家抽一下 就發現裡面的只是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我是我的景哥 看完一片沒有一個再次不講我的 有夠缺的 歡迎收看 今天三小新聞 見哪一天 4月18號 No.6 上海封城 網紅被迫 饑荒受贈 一根黃瓜分兩天吃 中國 西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人縣區 清零政策 嚇嚇叫 人手一根黃瓜 來一走一跳 哎呀 說到這個上海封城的問題 莫敬哥也是關注很久 我是很想吐槽 但是 不忍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可惡耶 真的是那些想要清零的那群人 而不是上海的居民 清零 真的是 成本太高 特別轉發的官方微博內容 表示 我放你的狗屁 哇靠 先不論這個轉發 為什麼沒有被奔掉 他敢這樣自己擋 哪一天 被抓去重新改造 再教育 重新再做的也不令人意外啊 而他說到 這在上海封城的食物呢 就只有黃瓜 一個黃瓜 配不分兩天吃 還不是 可以當生活用品的那一種 呵呵 那這邊聽出莫敬哥 隱含的內容的人呢 我只能說 嗯 你真的是倒行 非常非常的 高山哈 公里生活 好 那才十幾天啊 他的身材呢 就從滿肥 變成有點肥 不說 我還以為 這是什麼減肥上的廣告 原來是上海封城的標準流程啊 說好的 大家都有無知 結果只剩下黃瓜可以吃 哦原來這就是 你的黨所說的物資 那他提到啊 因為在上海這裡 主要還是以大區為主 他住的地方呢 是小區 就是所謂的 我們這種小社區 小巷弄這樣子的感覺 那小區的物資 相較於其他地方 當然是比較沒辦法供應到的 所以看上政府的官方微博的言論啊 真的是讓人不生唏噓 雖然清理政策也是一種政策 但是中國現在的清理模式 真的是逼人家去死 沒食物是被餓死 陰性的硬要說 只是陽性的被拖去 跟一堆陽性的一起隔離 有些更誇張 驗一次陰性 兩次陰性 孤性再驗 三次四次五次 終於給他驗出陽性的時候呢 不曉得會不會是什麼顯示錯誤 反正就是要驗到你陽性 終於出現陽性的時候呢 哦吼 確診 抓去隔離 他們現在就是那種 寧可挫殺一百 也不放過一個的那種政策 所以導致原本很多沒病的呢 被迫變有病 那更恐怖的是 非因為武漢肺炎疫情 而離開的這些慢性病的患者 在這次他們的封城當中啊 反而死亡比例 比去的還要高 也就是那些 因為慢性疾病 然後因為封城不能過去看醫生 然後因此過往的人呢 比得到完肺炎 然後過往的人 還要更多 呃 我想 你們共產黨的 清零 應該根本就是一種 減輕社會壓力的方式吧 他們其實最終的目標是 撲殺老人吧 呃 太黑暗了 No.5 放不進去 人不滿 一個賞品 被抓包壞魚 偷吃一律 用現金 老手分享 認真聽 兄弟 說真的 沒有人偷吃在沒有 現用卡 刷了啦 有夠啥 那個都查到 你在幹什麼啦 打氣喔 要偷吃 技術還不好一點 這幾 兩高案件呢 發生在台南 有一個男性 國小老師 在網上認識了 一個同樣也結了婚的女人 兩人聊著聊著 突然就 天雷溝動地火 聊出了愛火 所以就搞起來了 看得出來 這國小老師 應該是想到會運用文字功力 都幾歲人了 還能夠這樣 從2005年開始 到2020年才被發現 那國小老師的老婆看到信用卡的帳單 發現裡面有一些女性的 情缺要命 跟肉滑劇 我真的才想說 媽了 這洗老高 媽這要幹嘛 媽了 這幾年都沒賣給我 媽給誰了 於似乎 誰就找這個國小老師算上去了 在 啊我就怕被罵咩 的解釋下 老公就將事情說出來了 那老婆也是蠻氣派 直接找小三理論 並且呢 還講到 肉滑劇的議題 還說到老公說你很堪 這肉滑劇 還是你推薦的 就你推薦是不是 啊 老婆這也是 蠻直接的啊 那小三那真裝傻 但不是我在說 這個老婆很了不起 動年前的東西了 她還可以看到 果然 老婆的眼神一個不對勁 馬上就知道出事了 打完版 佛爾摩斯 就是你 最後這件事情 到上法院 法院判定小三要賠償 對方 30萬 不過 我想 大部分鄉民們的想法 應該不在乎賠償多少 應該都是那個 潤滑劇的牌子 會是哪一牌吧 哈哈 超厲害 這個牌子潤滑劇 我相信應該是蠻猛的吧 不過 最後沒來是給 全地想想搞抽抽 男性女性們一個忠告 千萬不要用心的偷吃 真的抓得到 最好就是 不要亂吃 No.4 甘哥貶妻婦 50歲八嫁 30歲前後 愛情來的 就是這麼突然 甘哥騙妻婦 就是這麼自然 在投影上面有一則 不知道該不該說恭喜的一則貼文 一個女的呢 說到自己的甘哥哥 竟然愛上自己的媽媽 那這個妹子呢 在大學時認識一個男的 那因為他們很好 所以就透過當地傳統方式 認對方做甘哥 那兩個的感情超好 看起來應該是 在一起止渴的那種 但沒想到 甘哥哥跟甘妹妹搞不上 反而看自己的媽媽搞上了 然後後來搞在一起 衝冤的甘哥變成季婦 那原本要甘哥哥變亂倫 這不知道是哪一個連續劇 才出現的劇情 或者說 黑喔 我 我只能祝福 天余祝福 他莫名其妙 當然沒自己幾歲的男生 要叫他季婦 這種感覺 應該是相當奇怪的 而且他還是跟自己蠻好的一個甘哥哥 搞不好 還有機會搞上的甘哥哥 突然就變我媽的了 WTF 所以柯柯的胃口也是蠻大的 嘿 該不會你媽媽財產有個七位數吧 還是有個八位數 如果有個八位數 我看上的也不會是你你知道嗎 最黑暗的模式 先跟你媽在一起 等你媽掛了之後 再跟你在一起 接著呢 我跟你就有很多家產 嘿嘿 這是一筆長遠的投資啊 印度不只有神童 印度還有大神偷 在印度發生了一些 超鏘的事件 在某一個小村路裡面 有一座橋是被廢棄的 沒有人走 也沒有人在維修 總之他就被閒置了 那村長呢 親手跟政府單位說 這座橋可以拆掉了啦 不然在那邊也是很暗眼的啦 所以當局就派人過來拆了 很快的 他們就把橋拆完了 而且還給這邊一個乾淨的空間 不過 就在村長在 是跟政府那邊聯繫時 政府那邊說 蛤 蛤 蛤 我們還能派人過去耶 是拆了 是下面幹嘛 哦 原來啊 原來是偷拆橋的部分啊 橋被拖 印度人的商業頭腦 動的啊 真的是不比其他國家慢啊 當他們發現 這整座橋都被拆除時啊 就早先一步 集結了一群拆橋團隊 然後呢 來將橋上面的鐵啊 通通給他拆掉 拿去變賣 有人覺得這整件事情啊 都應該被拍成一部電影 不過聽過有人偷什麼人孔幹啊 偷鹼電線啊 搞裡面的那些鐵啊 銅啊拿去賣 但我沒聽過有人去拆一座橋變賣的耶 真的耶 超酷 當時啊他們在拆的時候呢 當地居民還以為是政府單位來了 在那邊幫忙加油 那檢查來之後呢 才發現事情大條 當然最後面他們也被警察抓起來了 但能夠拖走一座橋 這件事情不覺得聽起來 真的有點猛嗎 這應該可以被拍成一部電影吧 以後跟兒子聊天聊啥的 兒子問我幹過什麼厲害的事情 我跟他說 林北以前幹過一座橋 兒子應該都覺得 哇我老爸好猛 No.2 唐娃一百零元 買大麻 打開竟然是 起雞菜營 還跑去報警 抱怨被詐騙 買大麻還趕快小便宜 背片是芹菜 真可惜 在英尼那邊呢 有個傻男 買了台幣一百塊的大麻 那個 不好意思 我雖然說沒有抽過 沒買過 但我也知道這個東西的市價大概在哪裡 啊你這個價格 要買那玩意兒 兄弟啊 你是不是西路西京啊 也告誡我們 人呢真的是不可以貪小便宜 傻男買完這東東之後呢 興高才烈想回家笑一下 就發現裡面的 只是一般的芹菜營 完全不是大麻 那當然是被詐騙嗎 這傢伙一氣之下到警察局報案 說自己要買壞東東 結果變成芹菜 欸 久等待 在印尼抽那玩意兒 好像也是違法的啊兄弟 這就跟一個台灣嫖一樣啊 去找警察說這個圖文不符一樣 警方看了他之後呢 本來想要逮捕他的 但想想 他沒買到真正的 那壞玩意兒 也真的是沒證據說他有犯罪 然後呢最後面就只好笑笑的幫他走了 因為這個笨賊 算笨賊嗎 那我們講傻孩子好了 因為這個傻孩子啊 當天的警察局充滿快樂的氛圍 當天警察們的心情都意外的特別好 No.1 烏克蘭歌迷來信超感人 看太多無言新聞來分享一則 找現在之前關於烏克蘭的溫暖新聞 台灣的歌手阿爆 在臉書分享了一則貼文 是一名烏克蘭的歌迷傳給他的 歌迷跟他說 因為他的歌 所以他才決定要將自己數字論文定名為 台灣原住民語 這名歌迷啊 是韓裔的 就是韓國人 但是在烏克蘭長大這樣 那他的大學跟研究所啊 分別是在韓國跟台灣唸的 這很特別喔 韓國人在烏克蘭長大 然後唸了韓國跟台灣的研究所跟大學 那現在呢 他也住在台灣 那在台灣研究所的論文主題 是因為阿爆的關係 所以才會選擇 跟台灣原住民語有關的內容 那因為某次看演唱會的時候 發現無論是原住民 還是一般的歌迷 都在台下一起唱著阿爆的歌 這讓他非常的感動 而且這位歌迷有提到 他認為台灣跟烏克蘭非常相似 應該是他更深入了解台灣的文化之後 才會有這樣的想法吧 而阿爆分享天文時也說到 相信做自己總是有人懂 音樂與信念都是 的確 許多文化都是希望我們更多的生存討 才會了解得更多 希望烏克蘭這一次比被擊倒 戰爭會落幕的 希望能夠用一種最和平的方式落幕 一起為烏克蘭加油吧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創者剛剛的那個想壞壞 結果還跑去警察局抱怨被詐騙的笨賊 那麼好笑 今天這部影片呢 只是你按一個讚 那麼訂閱我的頻道隨便啦 有沒有家會拿著一定要的 大家會幹嘛不知道啦 那我們就明天見了 See you tomorrow 掰掰